好,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页面设计部分,总共有五个页面,所以如果像这个这个范例里面,第一阶段就是新增,我想第一个一定要先新增一个网页,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就新增一个网站,比如说这个范例叫什么,普里foodmap,对不对,那如果将来你要改的话,你可以自己把它改成比如说,就是不一定要普里啦,叫什么,my,my,my,foodmap, 就是我的,就是有关那个吃方面的这个地图,或者不一定是吃啊,你可能不是想要做吃的,你可能想要做什么,做玩的,哪些景点比较好玩,或者是说其他的,其他的相关用途都可以啦,那当然总共会有几个页面,我刚刚讲过,第一个,就是如果地图的话是这个页面,home的话呢,就是this view, this play是显示那个主页,对不对,那new的话是新增,edit notes就是修改,那里面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画面,那我们逐步来看一下,总共五个页面嘛,所以前面有讲过嘛,第一个,新增一个网页,有没有,那一定是什么,一定要是htmify,这个第一个,应该没问题吧,前面有做过了,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插入页面,插入页面,记得在body跟body之间,有没有,插入页面,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练习一下,就是说,同样模拟一下,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可以,那不过你可以把什么,这个,我看把index按右键好了,把它怎么样,重新再命名一下,或者点两下一下,点一下也可以,这个我习惯是把index改成old, 就是原来的那一个,然后把它更新一下,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练习,再到这边,开一个新的档案,那这边改成什么,改成htmify,按新建立,建立之后的话,先把它save一下,把它储存,那储存的名称的话呢,就是叫什么index,这个好了,把它改一下名称,点htm,这个是我们新的,那你可以参考那个 就是原来这一个,去做相关的练习,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插入什么,插入总共五个页面,那五个页面,特别注意一下,这五个页面里面呢,这个五个页面,它到底要不要页首,跟,就是说,它不是有个页首,然后中间content内容,跟一个底下的这个footer,所以第一页,特别是要全部都要有,头、中、尾都要有,第一个页面,第二个页面的话,头、中、尾, 三个都要有,头、中、尾,三个都有,那这个是头,没有尾,这个地方没有尾,然后这个有头,没有尾,OK,所以呢,基本上这五个页面,做出来大概就是类似像我刚刚讲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插入页面,那页面名称,页面先插入,按确定,那第一个名称的话呢,你就是叫做那个什么,叫做Map,这叫什么,叫Map, Map page,所以加一个Map page,所以这边的话,分别加入一个叫Map page,OK,然后呢,有页首跟页尾,第一个按确定,第二个的话,一样的方式,再插入,那分别这个叫做号,也是有页首跟页尾,然后再来就是一个display,特别注意哦,插入的点很重要,因为我看之前有同学,插入的习惯, 就直接再插入了 那就完蛋了 因為他頁面裡面有頁面不行 記得這邊多按幾下Enter沒關係 在body的上面 這邊空白的地方點一下 這邊的話再加上一個Display 確定 然後再移到下面 記得這個動作很重要 再插入頁面 這邊的話再一個New 這個應該是New 再一個Edit Note 這個不要頁尾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地方 再插入一個 叫Edit 然後不要頁尾 確定 那新增這五頁之後的話 那再分別 參考因為書上裡面也有了 所以你們可以再看一下 那第一頁他要我們做出來就是 上面要加一個XX 這個XX裡面 Icon是Delete 按下他之後的話要做什麼效果呢 就是有一個離開的效果 所以將來呢 你把它秀出來的頁面 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要能夠 做離開的動作 也就是說呢 將來這個地方 執行之後 執行這個畫面 第一個頁面上面會有一個XX 那這個XX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他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 問你是不是要離開 所以之前有同學問說 如何讓這個 網站 用這個App 具有那個 這個這個 關閉的這個效果 其實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 應該是 這個 這個 那你就可以參考 這邊的範例 做出來這邊有個結束 有沒有 這個結束裡面 就關閉的時候 他會問你說 是否要關閉 這邊有個XX 結束 他問你說 是不是要結束 在手機上也會跳出來 那你按確定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 真的就把它關掉了 但是因為在這個網頁上面 他沒有辦法關閉 在手機上按確定有沒有 整個就close掉了 這個效果怎麼做出來 等一下來講 第一個這個相關的頁面 有這一些 再來的話 分別把這上面的相關的動作 參考一下 這個有一個icon 那icon名稱叫Delete 然後在中間的話 加上一個什麼呢 加上一個地圖 這個地圖怎麼做的 其實前面都有教過了 這個是一個什麼 DIV 所以我們要插入一個版面 叫DI 這個DIV DIV名稱的ID 叫MapDIV 然後再加三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呢 就是Netbar Netbar裡面的包含就是說有顯示地圖 顯示美食景點 打卡 這個Netbar前面也有講過了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自行在把這邊 分別加一個Netbar 因為這Netbar的話會共用 所以你做出一個之後的話 再把它複製 貼到這個下面 貼到 貼到這個下面兩個而已 然後這個 這個第二個畫面 Home裡面的話 加上一個 返回 返回我想很簡單 就是 這個前面有講過 back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有show 怎麼樣把它show出來 分別把它create 這個是打卡 打卡的話呢 可以跳到新增的畫面上面 那點擊其中一個的話 可以跳到這個畫面 Display的頁面 裡面把相關的資料帶出來 然後有導航 有 網頁搜尋等等 相關的頁面 另外新增的畫面是這個 裡面的話 這個前面我們也講過類似的 怎麼樣新增一個文字方塊 怎麼樣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這個按鈕 這個前面有講過 各位可以回頭再看一下 另外的話 這邊是帶資料修改 帶過來修改 OK大概是這幾個 請各位試試看 那相關的畫面 這個也在雲端上面也有 所以如果各位要參考的話 可以到應該是在 講義裡面 應該在雲端的講義 講義裡面的第八章 這個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或者書裡面也有了 這邊有相關的畫面 第一個 第二個 這邊有沒有 剛剛的講的這五個 然後名稱分別 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